欢迎各位出席2019冠状病毒病个案最新情况简报会 先和大家讲一讲介绍台上的四位讲者 食物救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医生 环境局副局长谢展环先生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军医生 医院管理局长行政经理何远霞医生 首先我先请外部局长发言 各位传媒朋友各位市民 2019冠状病毒病的确诊个案中数仍然是处于高位 在12月15号至21号这个期间 本港共是614宗个案 而本地个案或者与本地个案有关联的 有572宗 源头不明的有33% 在最近这个礼拜 即是12月的22号到28号之间 录得434宗个案 本地个案或者与本地个案有关联的 有398宗 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占了36% 在过去两个星期没有病症的个案都是有24% 而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大概有三成半 我们继续是十分关注社区上面这个病毒隐形传播链 可能潜在造成群组的一些爆发的风险 政府早前是资助香港大学的跨学科团队 进行监测污水里面的 2019冠状病毒量的初期研究 研究发现了彩雲二村 封宅流的污水原本检测 是持续有这个阳性的现象 显示可能有受到2019冠状病毒病感染人士身处的相关地方 虽然封宅流近期是没有出现确诊个案 但是为了防范未然 成本及卫生局昨天也发出了一个强制的检测公告 要求任何在12月15号至12月28号期间 曾经身处于彩雲二村封宅流超过两小时的人士 在12月31号之前要接受检测 强制检测令的对象包括住客房額和工作人员 政府是安排了承办商在彩雲二村名利楼旁边篮球场 由12月27号开始运作的流动彩仰站 这个是早前安排了的 另外昨天也在封宅流对出的空地增设了彩雲站 为这个村的居民和工作人员提供免费的测试 在27号和28号两天 明米楼旁边的彩雲站 已经为2027名的市民採集了样本进行检测 封宅流对空地在28号当日的彩雲站 也都为了721名的市民採集样本进行检测 昨天在已经发现的样本里面 有三宗封宅流程初步异用性的个案 卫生署会作进一步的福检和跟进 这些数据初步显示了参考污水样本测试的结果 去进行相关的测试 包括是强制的检测 是有一定的作用 我们明白强制检测 和跟进的第二次检测 可能对市民都是带来一些不便 但以上的结果都要让我们知道 病毒检测是对保障居民的健康 和避免疫情进一步扩大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效用 在此我再次提醒 有近测检测令的市民 是尽早进行这个测试 目前确诊个案仍然是相对处在一个高的位置 虽然近日的个案数字 对于较早前可能有少少回落 但是仍然都未是持续有个下降的趋势 和这个下降的速度 亦都是比第三波疫情是慢的 因此政府经过检讨之后 认为是有需要抗大个 衰检必检的范围 去截断病毒在社区的传播链 所以有一个新的决定就是 如果同一栋梭里面 在过去两个星期 有两个没有关联 有确诊个案的单位 政府也会发出一个 抗制检测公告 这个星期五是元旦长假期的开始 政府是再次呼吁市民 就不要安排或者参加一些不必要的聚集聚会 病毒检测服务的 政府因应不同地区疫情发展 设立的流动采氧站 在元旦的长假期都会照常 为市民服务 还有那19间的社区检测中心 也会照常为市民提供服务 另外那20个港铁站的自动泡发机 医管局的部分诊所 和卫生署的收集站 也都在假期某些时段开放 市民可以参考 这个2019冠状病毒 病专题网页的资料 在这里我再次多谢市民的配合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减低病毒全部的风险 多谢 现在先请张医生 是 我们去到昨晚 就是有53宗确诊个案 个案編号是8673 去到8725 那53宗个案 就是23男 30女 年龄是6个月 去到86岁 其中有8位 是临时检测中心 找到确诊的个案 另外 我们也有初步阳性个案 大概40多宗 那53宗个案 就是有3宗 在输入性个案 另外50宗 就是本地个案 本地个案 有14宗 暂时找不到源头的本地个案 另外有36宗 是跟其他个案 相关的个案 在那些输入性个案 其中一个个案 就是想提一提的 就是一个在 等等 在这个印尼底港的外容 那它是12月11日 就坐CX796 到港的 那它开头 就在铜锣湾 一间酒店检疫 接着检疫完毕 去到24日 那25日 就去过一个 一个张军澳的 那个 固人公司那里 就是 不 应该在旺角 做过一些 身体检查 接着去了 一个张军澳的 固人公司那里 然后再转去 去青衣的 冥论800酒店 再在那里居住 那它在27日 再去那个 社区检查中心 再拿了一个样本 那结果是 阳性的个案 那我们暂时 都订为一个 是输入性的个案 那另外呢 就在 本地个案里面 还有就是 一个是 8720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那达素护养院 在九龙湾啟人街的 那可能大家都记得 之前我们在8603 有一个 在那个老人院的工作者 那当时都有十几位 就是密切接触者 送了入去检疫中心 那另外呢 我们那个护养院 没有送去检疫中心的那些人士 那些人士呢 我们就派了样本 就让他们留样本 化验的 那在同一层楼 一个非密切接触者 就是都是确诊个案的 就是我们28日 它交了样本 那它是没有病征的 那 那因此来说呢 我们觉得那4楼呢 都是可能有机会 有些隐性传播 那所以 除了之前那13位 住院友 那另外43位 在 住在4楼的其他院友呢 都是需要接受检疫的 那再做多些观察 和检测 那这位院友呢 在今年呢 就是1月开始呢 都没有过 就是没有人来探望她的 那还有呢 他都最近这两个月呢 都没有出过去 就是复诊啊 各样的那些的 那所以都是有机会 在院内那里感染 那另外呢 就是 就是 荣稠楼呢 就是昨天那个 初步阳性个案呢 就是确诊了 那现在就是多了个单位 是受影响了 那 刚才徐局长都说了 我们两个单位以上 都会需要做强制的检测 那这个都会包括 永稅楼 那另外 都有一间是 藍石楼 就是在 等一下 太多了 是 在这个平石的 藍石楼呢 都是有三个单位受影响的 那这个都是 就是都会包了下去 今天那个 强制检测令那里 那 那 他们三位都是有些病症的 最早那位是 两个人过案的那个呢 就是 24号开始有发烧 另外 他家人就是 25号 那 就是他们没有去看医生 那 所以都是28号 就去了 检测中心那里 拿样本 那 另外一个个案呢 就是28号 就有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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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提過香港大學、我們的化驗所 加上理工等各個地方都有做一些基因分析 現在最新的數字就是 總共有八位人士 就是在英國、回港 由12月1日到港陸續在做的基因分析 找到已經有八位個案 除了之前那三位 還有一些由12月4日到20日之間 到港的輸入性個案 都是找到新的變種的病毒 今天的報告是這麼多 請請何醫生 大家好 截至今早九點鐘 在過去二十四小時 醫管局系統一共情報了 有六十七宗個案 截至上午九點 過去二十四小時 有三名公立醫院的病人離世 另外今天中午也有一位59歲的確診男病人 在東區醫院離世 至今我們有139名確診的病人 在公立醫院離世 同時間我們有90名確診的病人 就康復出院 至今我們有7616位病人康復出院 從今早九點鐘我們有879位確診的病人 分別在我們23間醫院 和亞洲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 其中有47位病人情況危殆 60位病人情況嚴重 有772位病人情況穩定 我們負壓病床的數目是1259張 使用量是67% 我們負壓病房的數目是691間 使用量是75% 另外有幾宗報告想和大家報告 第一宗報告就是在佛教醫院 我們較早前在佛教醫院內科病房上個星期 和大家報告過有一名確診的 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人 醫院一直都有監測病房裡其他病人 和我們醫護人員的健康狀況 昨天我們發現有一位女護士初步確診 這位同事其實之前照顧過一位確診的病人 曾經協助過這位病人 留心喉退役的樣本 同事當時有戴外科口罩和手套 但沒有戴面罩 這位同事在12月24日 那時候其實做過一次測試 當時的結果是陰性 但這位同事昨天開始發燒不舒服 昨天再做測試的時候 是初步確診的 醫院做了接觸追蹤 這位同事過去幾天分別和五位佛教醫院工作的同事 以及其他五位在其他醫院工作的同事吃過飯 總共我們有十位職員會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五位佛教醫院密切接觸的同事 其實在昨天做過測試 全部都是陰性的 同事在工作期間有著合適的個人保護裝備 所以沒有病人因此是受影響的 在這裏我都要再次提醒大家 特別是我們的同事 在疫情的期間 盡量避免聚集在一起吃飯 以減低感染傳播病毒的風險 都希望大家合作 第二宗和大家報告就是聯合醫院 我們聯合醫院再多一位 2D病房的護士初步確診 同事之前是照顧過確診的病人 現在會接受檢疫 我們也會繼續留意其他受檢疫同事的情況 另外就是我們加強感染控制的措施 昨天總裁都有在下午的記者會 跟大家說過一系列的措施 今天我們也在中央指揮委員會 正式通過 再跟大家說一次我們的措施 第一件事就是如果病人有呼吸度的病徵 入院的時候檢測呈現陰性 我們是建議在兩天之內 會再做多最少一次的測試 也都建議採集的方式 以下呼吸度的樣本為佳 包括我們的痰或者心後退役 另外也建議我們減少一些不需要的病床調動 另外我們也會繼續暫停一般的探訪 但是在特別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也會容許一些因素的探訪 但是我們會要求探訪者 要持有陰性的檢測證明 但是明白有些特別因素探訪 是一些臨來的病人 其實可能那個時間 是不許可他即時做到一個檢測的 所以這個我們也會安排探訪者 要穿全套的保護裝備 並且在探訪之後做檢測 另外就是做口服護理清潔和餵食的程序的時候 醫護人員除了要戴外科口罩之外 也要戴護目鏡、面罩、保護衣和手套 另外我們也會引入病人專用的儀器 包括血壓計、袖帶和抽血帶等等 我們希望在明年第一季 就可以完成採購和實施 最後也想在這裡回應一些有關同事 就個人保護裝備的意見 我們一向都是建議同事 以用得其所的原則去使用合適的個人保護裝備 在進行一些醫療程序的時間 其實如果是有體育非淺的機會 其實同事可以用面罩、眼罩來保護自己 譬如我們在餵食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可能有一些聯長的病人 吃飯的時候可能有機會噴點飯的時候 所以現有其實一般我們護理同事 其實都就著一些病的情況 其實他們都是有戴面罩的做法的 就著現在我們都看到社區 其實是有很多隱形的個案 所以我們就特別提醒同事 在做口部護理、清潔和餵食的程序的時候 就要戴護目鏡、面罩和保護衣 和一些手套的個人保護裝備 我們也都再一次提醒同事 如果幫病人做任何醫療程序的時候 都要做一個風險評估 停一停想一想 我們應該是穿什麼合適的個人保護裝備 如果同事不清楚的時候 其實都歡迎他們 找回我們感染控制組的同事 他們都會有清楚的指引 如果真的有需要用一些高規格的防護裝備 例如呼吸器、面罩、眼罩之類 其實大家是不需要猶疑的 如果是應用就是要使用 同時間我們也有再次提醒我們醫院管理層 要盡量協助同事 確保同事有合適的個人保護裝備使用 我們現在暫時 那個個人保護裝備的存量是六個月 是大家可以使用 不需要擔心的 報告去到這裡 好 好 現在提問時間 請大家提問之前先說出自己代表的機構 灰色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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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拿回他的行蹤 還有他會不會有機會和一些 和一些外傭聚集的場所或機會 然後想問一問 封宅樓今天有三宗初步陽性個案 其實有沒有初步了解過這兩個單位 是怎樣分佈 是否在樓上樓下 或者他們是否共用同一條污水區 還有看到今天環境局 都好像有副局長在這裡 可不可以 有沒有最封宅樓的污水喉的情況 有再進一步的調查 有些結果可以公佈一下 那個情況是怎樣呢 接著就關於 今天剛剛Jason就說 有一些回港 英國回港的人士找到一些變種病毒 其實包括之前有一種個案 就是回家和爸爸媽媽吃飯 包括這一宗個案 擔不擔心這些變種病毒 有機會已經在社區那裡擴散了 還有今天也看到 有兩宗輸入個案是南非抵港 可不可以講一講這兩宗個案的 就是一些旅遊史 就是他回香港的路線是怎樣 會不會有轉機 途經的路線 會不會是一些比較高風險的國家等等 還有會不會就這兩宗個案 都去做基因排序 跟英國輸入的人士一樣 麻煩你 或者張醫中先 那個印容個案 就是他最後 就是在有病症的時候 應該是最後一次測試的時候 他住在清衣永倫800酒店 他之前就應該在25號開始在那裡住 之前在25號就去過張君澳一個灌公司那裡 應該都見到 這個我們詳細在問中 可能都有跟兩三位外陽有接觸 但是接觸是否真的緊密接觸還是怎樣 我們都要再詳細知道 那我自己手上就 應該在一個富康花園那裡 一個外陽公司那裡 那那個封宅樓那裡 那兩個單位 就是隔兩層 然後就是都是跟號數的 那當然很難說是甚麼原因 就那個英國的 就是回來的人士 找到那個新變種的病毒的個案 就包括之前的 就是包括之前 就是我們之前就說了三個 那現在就多了五個 加起來了 那一共有八個 那我知道還有一些陸續在做的 那我們這個都是預料 其實就是因為英國已經有這些個案 那它來講的確診個案 都有機會是有一部份的人都是這樣 那所以才會加強了 就是停飛啊 還有那個21天那個酒店隔離 都檢疫都是為了這個 那都是希望防止在社區擴散 那今天那兩宗在南非底港人士 就是認識的 就是它兩個是接觸者來的 那一起的 那一個就是八七與四 就是直接由南非底港的 就是它之前都是駐南非的 那另外那位人士呢 八七與三呢就是它是在 在十月十號呢 十月十號就由倫敦就飛了去南非 然後再回合在十五號就由南非底港 那這兩位人士都是十六號底港的 就是坐QR818的 那這兩位人士我們都會請 就是發驗所那些人 就是同事就會再做一些基因分析 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是 好 請一請 是 有關那個渠渠的方面 這次呢 香港大學和渠務處和環境保護處 試驗這個在污水渠進行 這個新冠病毒的測試試驗計劃 就不是在大廈裏面那裏來進行 是在大廈或者屋苑外面的渠 我們叫做美井那裏 來抽取污水的樣本 目的就是 看看屋苑排出來的污水 或者大廈排出來的污水 是不是還有這個病毒在裏面 那如果我們發現 那裏排出來的污水持續 就是我們連幾個樣本 幾天都還是有病毒的話 那就是很可能 那屋苑或者大廈本身 就有一些潛在的病人在那裏 那裏 所以在豐宅留意的個案 因為我們在五天裏面 有四個的樣本都持續 發現它有病毒 那所以就是 食為局決定在這裏 進行一個強制檢測 那這次也都找到 就是有三個初步確診的個案 證明我們在外面 做這個污水病毒 這個測試 都是一個有價值的行動 那我們會提出多些的經驗 看看怎樣 在這個污水裡面 測試的病毒 在香港來講 怎樣把它付出實行 那至於你提到 就說 在那個大廈裏面 會不會有可能 是透過那些污水渠 來做三個病毒呢 以往我們看回香港的個案 佔的比例 我們見到都是低的 但是不過雖然低的 大家就不要放鬆這個警覺 因為的確我們見到 它可能是一個 傳播病毒的一個途徑 所以我想有兩點的提醒 第一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 如果在那個浴室 或者廁所裡面 有一個地下的去水渠的話 記住定期加置水 讓它那個我們叫做U型的格器 一定有水裡面 要不然的話 那裡可以傳播病毒的 第二就是說 如果在屋內 久不久都聞到一些 不明來歷的一些臭味 似乎是廁所、渠的臭味的話 接近找管理處去檢查那些喉管 因為如果有洩漏的話 也都可能是一個 傳播病毒的一個途徑 好 下一條 或者中間 香港01 第一想問回莊醫生 就是U型的白痰變種病毒 可不可以說了那些案例給我們 還有其實他們的同行者 是不是都要再進入建議中心 還有當中有多少人已經回到 即同行者已經回到家 或者是出了街 就是這個社區風險有多大 另外也想問回今天的新的決定 即是同一個大廈 兩個星期之內 有兩單無關連的單位 都要強制警疫 其實工作量好像是增加了很多 其實當局是怎樣想 怎樣做這件事 因為現在其實人手都已經很緊張 會不會加上這個工作量之後 可能D居民可能要等一個星期 才拿到個檢測報告 第三個是想問回今天的一些案例 即是說那個復教醫院的護士 其實他之前是否照顧過死者 八四四四的 其實當時公佈八四四四的時候 是說全部的醫護都有 穿上一些合適的裝備 以及都沒有close contact 其實是否當時走路了這個護士呢 加上他有沒有照顧過其他的病友 會不會都可能傳染回其他人 都說回他是和其他五個截員吃飯的 其實那些截員是來自哪個醫院 是這樣的 麻煩 我回答了EUQK 我就這樣略略再check一次 那八個個案 除了之前我講過的那些個案之外 其他那些應該是個個都是自己回來的 那就算他有一些同行者 其實現在都已經是需要 一是做十四加七 一是做二十一天的那個檢疫 那所以就應該那個風險應該會減低的 那些號碼呢 就之前就是7077 7631 跟著就有8322 那跟著我們有604 7078 7195 7629 還有8259 好 關於那個檢測的策略呢 剛才我們也解釋了就是這個第四波的疫情呢 要我們看看走勢 它是橫了一段時間 那剛才我開場白的時候都講 這個禮拜那些數字似乎低了一點 但是呢 都不是一個好像有一個很明顯下滑的趨勢 那我也都知道呢 無論是政府或者市民都很想 將第四波疫情盡快控制 那所以其中一個方法都是透過盡量去檢測 特別一些我們覺得容易去找到一些 就是確診者的地方 透過一些指標 讓我們去盡快早發現早檢測 所以就將這個 就是在同一個大廈的兩個 或者以上的確診的住戶呢 就進行這個強制檢測 那當然那個配套方面都是重要的 那所以其實在過去的經驗呢 我們凡是做了這些 就是強制檢測在一個大廈的時候 都會找一個承辦商 他會在附近的地方設立一些的採用站 那這個的措施去到這一段時間 我覺得都是恆之有效的 還有當然衡量過呢 在那個工作量那裡 還有現在那個疫情的走勢呢 這種安排呢是可以處理到的 謝謝 好 何醫生 關於法界醫院那位護士呢 其實他幫病人收集心喉退役的時候呢 是有戴外科口罩 還有有戴手套的 那當時的接觸的時間呢 是很短的 那我們也都跟衛生防護中心 就是談過 那所以這個case呢 就沒有被列為密切接觸 那那間病房呢 其實呢 已經我們叫暫停接收新證的了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當時的病人呢 和我們的同事呢 也都是在醫學監測當中 那所以我們會緊密 繼續監測他們身體健康的狀況呢 那你提到呢 那就是那幾位佛教 這位同事呢 有和其他醫院的同事是吃過飯 那包括就是兒童醫院 東區醫院 仁濟醫院 伊莉莎白醫院 和馬加力醫院 那是有和那五間醫院的同事吃過飯的 那他們會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那所以他們呢 都要接受檢疫 好 好 好 good afternoon The question to Dr. helps alongside men line and phone check house Is there a need to get to Information samples from all residence blocons eyes a or even getting samples from the same type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across Hong Kong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to Dr. Chuang about the cases Do you think there's a risk of outbreak in the Kowloon Bay nursing home or risk of infection in other floors of the same facilities and the last question regarding the Indonesian domestic helper How many close contacts were involved in this case and she said besides quarantine and hotel She has visited the agency and a body check center What are the infectious risk of these two venues? Thank you About the test of the sewer surveillance test in Fung Chak house and also the subsequent compulsory test imposed on the residents of this building I think this is a special case a special finding In a study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approved in this year which is a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team Initia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So the special finding is that Because there are outbreaks in nearby buildings in that particular estate So it's natural or expected to find some virus shading in the sewage system But the particular feature about this case is There has been no reported case in Fung Chak house specifically in the past few weeks Although the estate has some outbreak in other buildings So that may give us a hint As mentioned by the researchers That it's worth following up Because the sewage showing positive findings Yet there is no positive case reported so far Should we do more tests on the residents there To find out whether there are hidden or asymptomatic individuals So that's why we proceed with the compulsory test For that particular building starting from yesterday So this is a very special application of a specific finding in this research So whether we are going to extend the application Or how to use the figures in subsequent surveillanc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territory We have to discuss with the relevant experts and also researchers Thank you Concerning the elderly home in the Kowloon Bay We think that there may be a silent transmission in the fourth floor of that elderly home Because there are so far one carer and one resident affected So we put all the residents in that floor under quarantine Of course we have distributed bottles to other floors as well And so far no positive case have been found in other floors We will closely monitor the situation to see if there is any sign of spread to other floors And the domestic helpers came Sorry I forgot the question How many post-contact were involved We are still investigating the case And the infection risk of the body check centre I don't think there is I mean so far all the cases in Hong Kong Many of them get body checked Or they went to see doctors And I believe those centres They have put necessary precautionary action To prevent any spread of illness in these centres Of course there may be I mean the risk is not 100% excluded So we will tell those centres And ask them to I mean to be alert E PRESIDENT енерate Dlu… Ease Eso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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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就是想問關於風窄樓那裏 風窄樓之前其實是沒有確診的 是因為污水去做個檢測 就發現有三個是初步陽性 其實想問一下這三個初步的 其實他們之前有沒有一些明顯的病徵 還是他們都是一些沒有病徵的人 都是要靠污水才發現到這次的東西 還有如果是污水那邊有問題 其實現在除了檢測之外 整棟樓有沒有機會要撤離呢 第二條就是想問關於沙田奈元川榮稅樓那裏 昨天就說新增一個初步的確診 但是也要看這個初步的確診轉陽性 才知道是不是要立入強制檢測 今天也有跟居民談過 但他們就說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強制檢測 他們可能每個小時就要到下面檢測一次 其實有沒有一個時間 是什麼時候知道那個初步陽性會轉為確診 就是有沒有一個時間表 或者是有一個渠道可以讓他們知道 是不是要每天等到CHP的時候 他們才知道那一座大廈是否需要檢測 強制檢測呢 第三件事是特別想問食衛局的 就是剛才提到基因分析有8位 是12月1日英國底港有一個變種的病毒 之前有個措施就說隔離完14天可以居家檢疫 但是第19天是可以離開家去搭的士去回家 其實現在會不會代表是當中可能有一個社區傳播的風險 可能已經是有些路人的士司機其實都有機會感染呢 是 暫時麻煩你 還有一層樓 那它就是28號 就是昨天有些咳 那昨天已經去了明禮樓那裡的臨時檢測中心那裡做檢測 那所以現在就是初步陽性的個案 那剛才徐局長都說過其實我們現在就是之前我們就是四個單位 四個單位受影響的話有確診個案就會出那個強制檢測的那個通告 那我昨天說的那個初步陽性都是為了想知道 就是話聲早點告訴居民聽可能有機會 就是如無意外都會確診的大部分那些初步陽性的個案都是想預早一日想通知大家 那現在我們轉了兩個單位的話那更加就是難告訴大家 因為一旦有第二個單位受影響我們就會立即出聲 那但是我就不能預先告訴大家 因為所有確診個案都有一個單位的嘛 那第二天如果有一個確診個案在第二個單位呢 那即時就要宣佈的了 是 關於在英國或者外地回來 其實在最近這個星期這個新的安排 就是將那個在一個特定酒店檢疫的期間呢 是延長到二十一天 那但是因為在籌備這個新措施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時間準備的 那所以是有一些人士呢 他是在這個措施之前已經回到香港 已經都同時在一個酒店裡面進行檢疫 那那時候的規定是十四天 那所以為了要處理這些 就是在一個收穫空窗期 那他們未能夠就是很掌握到 或者預訂到連續的七天的酒店的呢 如果他可以繼續在那個酒店 再留多七天那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這個我們非常歡迎 也都是可以加緊那個防疫的安排 那但是萬一不可以 但是那個措施都是後來才發生的 那所以如果他是跟政府的要求 就是特定的交通 就是他不可以搭其他任何有大量乘客的公共交通工具 如果要搭公共交通工具 他只要一個選擇就是的士 那這個商道都是將那個風險減低 因為始終的士的乘客是 就是他不會互相影響得那麼厲害 那當然他回到那個特定的地方 他都要自己是自我隔離 那衛生署也都會安排 第一就是有監測的系統 而且也都會要求他們在第十九 或者二十一之後 出行再多一次的測試 那這個其實這些人士 其實到某個時候 就已經會完成了那個測試的了 麻煩你 好 下一位 藍色衫 各位 I have some questions fr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y first question is directed towards Dr. Chuang and I'm asking about We've heard reports that there are some CHP outsourced staff Outsourced staff at its specimen collection station near the airport and can we ask whether there's anything wrong with the preventive measures at the specimen collection center My second question is about the South African travelers who arrived in Hong Kong Can we ask did they breac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n on anyone who has been in South Africa within 21 days and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 airline involved and my third question is since there are no actual confirmed cases on the sewage monitoring system in your opinion is it actually effective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COVID-19 and my last question is in light of the new year should Hong Kong sort of relax social distancing regulations because we see that there is a declining number of cases everyday thank you concerning the case in the Hong Kong airport the new case is a close contact of the previous case so we know that there's a case of close contact and they wear full PPE during the during work so we do not I mean there's of course we will step up whether there's any infection control breakage or anything we will reinforce the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and the question on whether it's time for contemplating or planabilization i think it's too early to make such a judgment because we have a long public quality in the past few days for christmas so as you might have observed there are also quite a lot of social activities going on particularly on the streets in shopping malls or even in private places so if there are some new cases coming up from those gatherings or events they may appear or be diagnosed one or two weeks later so i think it's too early to say now that it's time for relax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s time for keeping vigilance instead so as we are approaching the new year holiday or new year eve people may also tend to go and celebrate with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so i think they must be very cautious and think twice or thrice before organizing or participating any of these gatherings with masks off which is a high risk activity thankyou how about the self-haften travelers when did they arrive they arrive in let me double check they arrive on the 16th of december and are there any conseplences from the ban the ban was so the ban was 20 something december so it's before well before that they arrive 好 黑色衣 三位 女士 你好 東福 喂 你好 東福 我想問一下 現在政府 打算收緊 大廈有兩宗 無關聯的個案 就要做這個強檢 那 其實會不會有一個追溯期的呢 根據現在這個準則 是不是之前的大廈都應該符合了這個標準 就像李源門 串李六樓 那如果有追溯期的話 那有多少大廈已經符合了這棟要求 那涉及多少眾大廈呢 那之後就想問一下 那個污水研究現在是不是 就是繼續在做的時候 那其實未來會做哪一區的大廈 或者有沒有說 現在其實已經在做哪些大廈可以透露 那 還有想問一下印尼 大家說的外容 就是根據當局的新措施 他做了檢疫之後 就會加多七天的酒店檢疫 那除了出去做檢測之外 他不可以去其他地方 那他去過雇用公司 那算不算犯法呢 那當局在這方面會不會有行動呢 謝謝 那兩個大廈那裡 據我所知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就是用兩個禮拜 就是過去兩個禮拜有兩個不相連 就是沒有關係的單位 確診有確診個案公佈 那那些就會納入去那個大廈名單裡面 那我們現在還在這裏 怎麼算究竟有多少 那應該都有可能有幾十個都未定 追溯 追溯就是追溯過去兩個禮拜 因為再之前如果是都過了氣的那些 那他又沒有再有新的個案 那我們就不再追溯了 是關於那個污水的檢測那裏呢 其實我們這個污水檢測的那個 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想看看全香港呢 就是整體那個污水裏面的 那個病毒糧的變化 變成我們可以看到呢 就是我們的第四波的疫情呢 可能是改善緊啦 還是惡化緊啦 這個是那個本來的最主要的作用來的 這次呢 我們用在去到一個的樓宇那方面來做那個檢測呢 那是 因為香港很多樓宇呢 所以我們就想著呢 我們那個重點的試驗呢 就擺在一些 已經是有那個強制檢測要求的那些的樓宇 如果那些的樓宇在那個強制檢測期之後 我們再去那裏再去溯水那裏看 是否仍然是還有病毒呢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強制檢測期之後 是不是所有人都已經是 做了一個檢測 在那個大客裏面已經是清了病毒了 如果是仍然是未清得完的話呢 之後還有的話呢 那就可能需要一些的跟進工作 所以我們未來的主要那個檢測的對象呢 都是一些強制檢測了那些樓宇的 好 我想問一下 其實那麥克風大陸這個系統 是沒有關係的檢測 檢測明大力的樓宇是怎樣做呢 現在將來的大陸是 做一些可能是 有些可能是網絡的大廈 我們都會的 在那些的強制檢測那些大廈 在強制檢測的時候 本身已經是有一定的 就是感染的人士在裏面 所以我們做的時候 都會在鄰近那些大廈 我們都會盡可能 我們都會包在那個檢測裏面的 所以封閘樓就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找到出來 好 印容那裏有沒有特別補充 那個是 就是它是11號說的 那它那個是14天的檢疫 好 好 依偉 但是需要做這個強制檢測 會不會變相的全民強制檢測 另外我想問一下 關於一些南非的 那裏發現的變種病毒 今天都看到其實有一些 來自於南非的個案 因為之前是英國發言的變種病毒 其實香港都是 在發現來到香港之前 已經有一些禁飛的相對措施 會不會這次在南非發言的 一些新的變種病毒的時候 都可能沒有相應的措施去做的呢 謝謝 我們現在的構思就是 比如兩個單位各自都有個源頭 就是它的公司有源頭 另外一個是有家庭的群組 那這些就應該不屬於 就是我們想做測試的範圍 但是如果其中一個有源頭 另外一個沒有源頭 那我們都會包 那關於剛才你說 在南非那些不同地方 離香港的飛機 政府是不是有決定 不讓它登機這個呢 其實都是一路看著外界的資料 就是衛生部門的資料 和衛生物補中心 它會看著一些情況 所以其實英國和南非已經殺了 它不可以在登機離香港 那其他的應用呢 我們會密切留意的 好 下一位或者各位男士 你好 AM73來的 想問一下剛才那個 兩個單位強制檢測的措施 其實如果大廈有些雙連的助數 或者共用入口 那些會不會 納入了那個計劃裡面 剛才提到 如果一個沒有源頭 一個有源頭都會派進 但是因為過往 你們都有時的個案 是隔一兩天 就轉回到有源頭 那如果到時 那些沒有源頭 個案查到有源頭 那個檢測令 會不會撤銷的呢 另外剛才說 第一 說外容 旺角的身體檢測 有沒有那個名字 還有多少病人醫護 需要列為密切接觸者 還有那個平石藍石樓 那三戶是涉及多少人 和甚麼座鄉 最後想問一下 彩雲村那裡 其實那裡的喉 有沒有那個情況 可以說一下 是不是老化 還是傳播風險高不高 那會不會有專家下去看 甚至乎是有需要 撤離那些相關單位的住戶呢 謝謝 雙連的單位 如果他們不相識 我們就不當是相關的 所以都是要計 都是會當是 需要立入強制檢測的 那如果我們立入強制檢測之後 如果再發現他有源頭 我們就覺得不應該再撤銷 因為其實這個都是為了保障 市民健康就想做 就是希望大家驗多些 就不想打工手 其實我就寧願鬆一點 就做多些大廈 就不會強硬把一些個案 就變成有源頭 這樣 一般來說 除非在他做 就是說那個引用個案 除非他是做檢測 或者做那些醫療 那些程序的時候 醫護人員是覺得是 或者我們問回的時候 他真的有一些 穿那些保護衣 或者那些感染控制 是做得不夠 我們才會列為民事接觸者 一般來說就不會 就是他去過一些地方 我們將他全部都當為民事接觸者 因為以往都有很多人 在未確診之前都看過很多醫生 各樣做過很多檢查的 當然如果那裡再發現個案 就另計 就是藍石樓那裡 你是想問什麼 我忘記了 那四個人 四個人 就是三個單位 層數和坐向都不相同 關於那些屋苑裡面 那些渠的情況 現在房署有一個 就是行償的做法 就是如果他們一旦有一個樓宇裡面 發現有 知道有確診者的時候 他們就會將那個確診單位 所有共用那個喉管那些的單位 他們都會做一次的即時的檢測 如果發現有改裝或者是洩漏 他們就會即時會作出的改證 變成這個就已經是行償 他們的一個行上做法 就不再理會 是不是真的有人 透過那個渠來做到感染 他都做這個功夫 來防止毒是透過渠來山坡的 好 剛才我所說的 這個可能和老化 未必有什麼特別的大的關係 通常如果他有改裝 或者有洩漏才是個重點 所以房署現在有的話 他們就會即時做剛才我所說的 凡是共用局管那些單位 全部他們都會即時做一個檢測 還有他發現有改裝 或者有些房子即時做出一個改證 來避免他透過渠管的情況去出現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初步我們的看法 我們不是看到 現在看到其他住的單位 是暴露在一個風險的裡面 所以可能我們看到沒有什麼需要 就是撤離的 好 我們回答到最後一條問題 最後一行中間的那位女士 你好 我是《經濟日報》的 也想跟進問封閘樓 剛才說的兩個單位的案件 其實他們還有沒有其他同住的家人 是否檢測 還是已經是全部的人 包含在裡面的兩個單位 還有也想問他們 其實因為在他們做檢測之前 其實他們也有病徵了幾天 也沒有求醫 也想問他們的行蹤是怎樣 他們的CT值是多少 病毒量高不高 還有也想看他們會不會已經有個案偏好 因為他們已經在大廈到幾天的時候 已經病發了 其實同大廈現在也沒有 全部都要撤離的時候 其實專家是怎樣評估他們的風險 就是在同一同大廈 例如同一個座向也有病人初步確診的話 剛才說污水檢測的計劃 其實也會不會變成一個長遠的計劃呢 就是剛才也有提到 就是想問清楚 是不是所有強制檢測的一些大廈 都會立入這個計劃 以及他們附近的大廈都會立入在裡面 會不會估計現在這個數量是有多少呢 就是多少棟大廈需要檢測呢 另外第二個想問其實疫苗那裡想看看會不會有新的進展 因為都知道是不是要維持 其實預測都是下個月是回約底港 會不會有些藥廠其實已經準備申請 都跟政府在談 就是想知道會不會有按照之前的時間去進行進展 另外第三就想問回現在剛才總結了 就是不明如頭過其實都超過三成 其實接下來會不會再去收緊一些防疫措施呢 去令到疫情受控呢 因應一些其他國家都有些變種病毒的國外 會不會再收緊這些國家的入境措施呢 好 先請張醫生 好 封窄樓那兩個單位都是有些家人需要接受檢疫的 他們都是初步確診所以就沒有號碼的 好 謝先生 我想有兩個角度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那個渠來講 怎麼為是有風險呢 通常我們發現如果一個大廈渠的設計 可能會是有問題的 就不是單單是一個洩漏 或者維修上那麼簡單的問題的話 就可能就需要跟衛生防護中心討論之後 可能需要處理 對那個大廈詳細做一個檢測 究竟那個設計的問題在哪裡如何去改正呢 那些是需要時間去跟進的 但是如果是個別的單位裏面 就是有洩漏或者是有些損壞的話 那些只是相關的單位去修正的話 就不會整整大廈本身是有一個風險 所以是兩類的情況不同 如果設計上的問題的話 有可能真的需要是撤離的 那麼至於那個渠測那裡 其實我們都還是一個比較初步的 一個研究試驗的階段 所以剛才我講就說 我們的期望就是我們將來 我們可以聚焦在那些 已經是有強制檢測的樓宇 我們強制檢測期之後 是不是仍然有冊 仍然是有病毒在那個樓宇那裡走出來呢 如果有的話 可能會幫到他們做一些的 檢測的決定 跟進的決定 一個具體的方面 可能我們都需要跟 社衛局他們來看一下 我們將來怎樣去做這個功夫 也都因為我們需要做這個檢測的時候 也都是因為有一個人手上的需要 有些資源償的限制 一些疑似方面的限制 所以可能我們都需要做一些 優先來的次序 要怎樣選擇那些樓宇 但我們初過的想法就是 那些已經是強制檢測那些 我們會在那裡做一些跟進的測試 那關於疫苗 這個關於疫苗 我找了什麼行蹤 這個關於疫苗 怎麼行蹤 怎樣行蹤 他們在病宗中 我們其實所有個案都在這裡 都是這樣的 就是他們兩個個案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通常都是要不就有一些沒有病徵的個案 要不就可能是發病 可能過了一兩天才去看醫生 或者才去接受檢查 好 徐醫生 關於疫苗那裡其實那些工作就在物流緊固進行的 有兩方面 一個就是關於一個在新的599K 這個規例是容許政府有一個法律基礎 在一個緊急情況下用一個疫苗 特別是處理這個冠狀病毒的疫苗 這個規例增效之後其實還有一些跟蹤工作 就是有一個公民專家委員會 在這個規例裡面就去有很多細緻的討論 譬如說它怎樣可以令到那個 就是注意那個疫苗的注射啊 副作用啊 跟那個生產商的一些條款啊 那個細節的那個位置呢 另外就是那個操作了 因為在一個進行比較大規模的注射計劃的時候 都是有一個非常複雜的程序 怎樣去規劃 譬如有些什麼人會先打 在什麼場地打 什麼人負責注射啊 怎樣盡量一些風險管理的安排 場地的處理 那麼各個有另外一個專責小組呢 就是也都要準備開會 和去談那些細節 那麼所以這些都是緊密進行當中了 那麼你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關於這個防疫的措施 那麼其實現在在大概兩個星期多之前呢 政府推行那些的 譬如說對減低社交接觸的措施 已經去到第三波最強烈的那個的方法了 那麼所以在政府去抗疫的手段當中呢 那些收緊防疫的措施 譬如說刪了很多的置業處所啊 都是其中一種方法而已 我們有其他的手段都是會繼續去優化啦 或者檢渡啦 譬如剛才我們講的那個測試的策略啦 另外我們在那個追蹤 密切接觸者的方面呢 都是繼續是要加強人手 和加快速度 那所以呢都是多管齊下 希望可以盡快將疫情控制到的 好 多謝各位 那三個初步確診的有兩個是源頭不明 另外一個是家人 好 多謝各位 我們有檢查過呢 他們兩個單位的喉管有否沉漏的問題 和通過兩個單位是否會通過喉管呢 好 多謝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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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